电视男角色 另外呢 田蕊涅明以及我最爱TV方会 都入围了非常多的奖 今天玩得非常的愉快 谢谢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星光大道 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组的一人由 陈展鹏 胡定心 陈展鹏连续三年 在星河无心之大奖 拿到世帝的这个奖项 以及连续两年 成为马来西亚方面的世帝 2016年凭承寨英雄 在万千新卫奖奖典礼 首度获得香港世帝 同时同一年成为新加坡马来西亚 及香港三个地方的世帝 非常难得 2017年陈展鹏 以赌博寻衣题材的时装剧 乘胜狙击当成男主角 正义感的一个深受观众欢迎 同年在同盟当中 演出热血好感的 不正义感的高子杰 今天他入围的奖项 也是非常的多 一共有五个那么多 当然他的最佳搭档 就是胡定欣 2014年在点金胜首 单政女主角 凭此剧在星河无心之大奖 获得我最爱TPP电视女角色 紧接着在马来西亚也获得 最喜爱的TPP角色 当然 明门暗战当中获得提名 以及又在屏时为女获得提名 2015年在鬼头女OT当中 在星河无心大奖获得 我最爱TPP电视女角色 之后再在2015年 万千新微翻展年底 得得最佳女主角 2016年重在英雄 刁蓝重情重义 武功高强的女杀手 前女杀手 当然也跟陈展鹏合唱片美曲 今天我们欢迎他们两位 同样是代表同盟 来角逐星河无心电视大奖 我最爱TPP女主角同盟 我最爱TPP电视女角色同盟 我最爱TPP男主角 电视男角色 荧幕情侣 以及电视剧及歌曲 欢迎陈展鹏 胡定欣 来 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电视 打盖好吗 一年没见了 怎么样 谢谢 帅气了 跟漂亮 对不对 我觉得声音不够亮 你说观众吗 对 不够亮 帅不帅 美不美 喜不喜欢 最大声的一次了 还有爱不爱 爱不爱 行不行 我最爱荧幕情侣 陈展鹏跟胡定欣 我最爱荧幕情侣 陈胜狙击 陈展鹏跟林夏威 你觉得哪一个应该得奖 什么 就是同盟跟陈胜狙击 他一个人入围两个 最佳荧幕情侣 哦真的吗 哦那两个都拿了 哈 只可以拿一个 你觉得他是你最佳的 我觉得两个都可以拿 因为林夏威就是我好朋友 也是 他拿我也上去 帮他拿 帮他拿 我自己就是我自己上去 就是一样了 哦也对 因为帮好姐妹拿也是一样的 所以 怎么你入围的奖项最多的 所以今年打算拿几个奖 今年啊 平常新吧 剧集歌曲 同盟的歌曲要不要拿奖 有没有啊 有一出击八有入围 基本上我不知道我入围的是什么 五个啊 五个奖 最多就是你了 那你们说我应该拿多少个奖 好嘞 啊 不可以那么贪心的嘛 做人 拿四个就好了 OK啊 六个鬼 所以在同盟里头的演出 对你来讲也是很有挑战性 因为也是要 舞打场面很多是吗 有受伤吗 一点点吧 一点点 对啊 没有受伤就是没有拍过动作戏 对 所以喜不喜欢里头的这个角色呢 好像很酷很酷 我觉得就是一个挑战 还有就是 第一次去演一个 跟自己本身那个性格不一样的角色 就是那个挑战蛮大 但是最后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还有 这部戏真的动作最多 比存在英雄还要多 对 还有我跟展鹏就是在动作上有很多要配合 我觉得那个难度就在这里 你们的亲密戏真的是真到 就是很真 你有看吗 有很真 很真 最后你亲热的戏啊对 什么意思 就是很像 你目前应该你们拿的那个感觉就对了 你有偷过我们的一票吗 我有偷你们一票 真的吗 我看前面也是这样讲的 我去查一下 哈哈 查不到的投票是神秘的 展鹏同盟的演出 有很大很很 很多方面的一个特魄吧 对对对真的不错 是所以跟存在英雄比两位比较喜欢哪一个 两个都喜欢 对不同的状态 就拿了很多奖 今天我们就同盟拿很多奖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两位我们在舞台中间来跟我们拍张照片 我帮你们拿麦克风 希望两位今天都有非常大的收获 陈展鹏 胡定熙 他们的作品 入围了我最爱TV男主角 我最爱TV电视男角色 我最爱TV荧幕情侣 我最爱TV电视剧集 我最爱TV女主角 我最爱TV电视女角色 好在右边这里 右边这个方向 到底两位今天能够拿过多少奖项呢 会不会是我们今天大赢家呢 晚上颁奖典礼 自由分享 谢谢两位到后台去休息 谢谢 祝你们玩得愉快 待会儿在舞台上见 新无线电大奖 是由Toyogo 以及曾凶的旅社主要赞助 三菱电机 LGG6 Colo Cream 爱多美 皇家这里比国际游轮 乘农场 COSPA 协力赞助